另外还来关心针对医护人力短缺的问题 赖清德之前抛出加薪这样的议题 行政院随即宣布额外补贴护理人员的夜班的津贴 我对此脸书粉砖工程师看政治提到说 护理师面临的处境包括薪水太低 长期的超市工作 环境相对不友善 而赖清德抛的这个政策表面上看起来是很美好 但是工程师提到 到今年5月为止 防疫今天都还在跳票的状态 倒是这个唐凤述发布200亿拨款 这钱啊拨钱可是好不手软 所以呢他们就质疑 政府过去不是摆烂了七年吗 到选举前突然才良心发现 开始大撒币加上政策买票 他怒批大家还要相信这种政商集团吗 好同步也来关心最新的连线 这是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在这个中秋廉价广摇 蓝云执政现实的首长 来讨论各地竞总竞选总部选战的一个规划 目前现场最新 我们时间连线蔡比红 这个主播持续来带应关心2024的总统选招 那么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在这个中秋廉价呢 其实都没有闲着 虽然说呢公开行程并不多 但其实呢从礼拜五开始 他陆陆续续的是邀请了 来迎各县市首长 以及呢党部的干部们 来洽谈各地的选务 以及进总等等的这个设立 以及后续的这个地方选行的规划 那么其实在今天呢 也有邀请的屏东县党部主委书清泉呢 以及高雄县党部主委黄昭顺 还有宜兰县的党部主委 跟林滋庙呢 其实今天都有来到侯办 来商讨各地的这选务规划 那么现场的最近情况 马上来听稍早的访问 就今天第一个重点就是确立屏东县的进贤总部 由苏清泉当任主委 我当主委 然后总干事廖宛如 那副主委有几个人选 就由我跟廖宛如来安排 那第二个进贤总部就在屏东县党部 那韩市长好像也要去美国跑一趟吧 我不知道 这个是佛市长跟我讲的 刚刚讲的 对 那我再想说 他为全力会归队 全部韩分都会归队 所以我看情势是越来越好 中天赴台有望的 好 我们可以听到苏清泉就透露了 他说其实在今天就特别来商讨 包含说像是在屏东的这个竞选 总部要设立在哪里 以及后续的选务规划 以及立委的这个席次安排等等 在今天都有得到讨论 而苏清泉其实他今天也特别爆料一个事情 就是其实韩国瑜也答应的会来全力做帮忙 一定会在这次的选战扮演好关键的角色 而且苏清泉特别爆料 其实韩国瑜在未来也要规划访美 那么也要来替侯友宜去访美来洽谈其他选务相关的行程 那么其实在今天这三天其实已经个别邀请了 包含像是蒋万安以及像张善政 卢秀燕以及杨文科等等的县市首长 其实都已经在前两天的时候都已经来到侯伴这边来洽谈选务的行程 那么苏清泉也说相信蓝营的蓝营以及韩粉的都会逐渐归对 而后续的情势可以说是越来越好 那么以上现场最近情况把时间镜头交换给棚内主播 另外来关注视距离总统参选登记指向大概一个半月 蓝白到底能不能合啊 各自阵营现在不断放话 桃园市议员的黄近平就认为 如果到了这个11月还没有合 那就不用再说合了 蓝白也不用合了 而总统蓝白合不了 接下来更危险的张氏立委的选情 好过了这个时间点是不是真的蓝白就再也无法合了呢 好现在黄金平也表态说其实只能顾立委盘了啦 更多蓝白合能不能合的内幕带您来追踪 进入10月之后 随着各候选人的开始造势跟他的一个政见提出来 差不多之后 10月是一个民调最后的盘整期 11月要准备登记前是进入一个黄金的交叉期 进入11月12月就是洛伯站 那12月其实你不用等到1月了 11月到11月以后 11月14号登记以后 12月就大致看得到整个趋势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整合 三方还是各自出来选 郭台铭 柯文哲 侯友余 都还是各自出来的话 大家可以很清楚的就是告诉民进党支持者 跟民党你们就躺着选了 你们也不用那么辛苦 那这个三方怎么选都是第二名 也不可能有人当选 也不可能像我一开始讲气宝气得干净 那最后怎么样 就是顾立委盘 你有没有发现民进党最近的一个指标 他们开始就是除了打这个高宏安打民众党 就是打柯P之外 把柯P的支持度往下转 达成他们总统大选要的目的 现在立委选情就开始去打国民党的立委 以马文君为首 开始要打2004年那种再怎么野蛮 然后如何如何不能扯政府的后腿或怎么样 但是他们完全扭曲了立委在国会殿堂 议事堂问政 执行监督的一个民主阵地 完完全全用民进党的思维去看 国民党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好像就是卖台卖国 用这种扣帽子的方式 想要让国民党立委一席少一席算一席 不能让这个到时候 如果戴清德万一在萨卡都或西卡都当选的情况之下 嘲笑也大 从到2000年到2008年这个陈水扁的负责 所以他们现在要拼国会过半 就希望能够保立委选旗 然后把国民党的立委甚至民众党往下打 国民党跟民众党立委 有可能在个别选区 比如说蔡壁卢或其他选区会各别各案的这样合作 但是其他部分不见得完全会合作的空间 而国民党如果要想办法 不要被民进党抓着像马文君事件的这样一个立委 去打他攻击他 要当成破口去打国民党的立委的话 国民党跟民众党就要想办法 如果总统不能整合 你的立委的这个选情 不管部分区或区域 部分区一定是各自努力 各自宣传推销自己的名单 区域立委有没有办法整合好好的合作 不要被民进党在总统把你当破口之后 立委也把你乘胜追击 然后这个如露无人之境连下树盘 那整个输了总统也输了立委 这才是在野阵营的损失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